高中登山健行社 我們團體是用高中登山健行社的名字啦 我們團體是用高中登山健行社的名字啦 請別人跟你照一下 我在錄影 生態保護區裡面 我先簡單介紹 我們路程上大約是一個半到兩個小時 那來回的路程大約是三公里 那上面有那個爬坡 跟那個在那個木棧道上面 那請各位要小心 那裡面我們最主要保護的是這個 但是那個它大概30萬年前 它是在海裡面的珊瑚 它被那個地層運動給擠壓上來 騙到這裡難看 但是這個也是最主要保護的 地方啊 因為這個珊瑚礁它很珍貴 它已經是很久的那個深層跟演化 它才有辦法的 在台灣本島地區 不是很堪勢 那裡面有一些比較珍貴的植物 這是龍坑這邊特有的 那稍等一下我們解說員 會跟各位介紹一下 那各位在路途上 我們盡量不要太大聲 因為會炒到那個野生動物跟昆蟲 那我們要看它的話就是要小聲一點 才機會比較大 看得到的機會會比較大 那請各位齁 都有準備水了嗎 今天天氣滿熱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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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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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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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